古古之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,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。 帝王陵墓自古都是盗墓贼经常光顾的地方,因为作为皇室的陵墓,里面一定拥有大量的陪葬品。 这些陪葬品不仅数量庞大,而且个个也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 所以盗墓贼哪怕仅仅是获得一件,也可以换得无数的钱财,瞬间成为有钱人。 三国时期的曹操,民国时期的军阀,孙殿英都是著名的盗墓者,他们都曾盗窃过古代皇室帝王的陵墓,孙殿英更是洗劫了慈禧太后陵墓里的陪葬品,并且还用炸药炸毁了陵墓。 虽然这些盗墓贼都十分的猖獗,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古墓存在了几千年,至今都无人敢动,就算是曹操与孙殿英也不敢打这座古墓的主意,这座古墓就是皇帝陵。 存在了几千年的皇帝陵,没人盗窃不是因为其陵墓位置隐蔽,相反,皇帝陵的位置十分的好找,就在如今陕西一带,并且史记中也早就记载了关于皇帝陵的事,盗墓者也肯定都知道皇帝陵在哪里。 这么多年,没人敢动皇帝陵就是因为皇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,你说谁敢在祖先的坟头冻土呢? 即便是猖獗一时的江阳大道,到了皇帝陵面前也要第三下四的下跪磕头,以示敬畏。 更别说那些小盗墓贼了,只要有一个人敢去皇帝陵行窃,或许他就会被全天下中华儿女唾骂。 每年国内都会举办皇帝陵寻根祭祖的活动,包括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会来参加祭拜,可见皇帝在中华儿女心中的地位,所以这华夏第一幕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敢到,一直存在了上千年。